环球网7月13日消息,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12日报道,欧洲航天局表示,根据欧洲哨兵5P Antone 5P卫星的监测数据显示,南极上空臭氧层破洞已于2017年11月逼合,紫外线对人类的威胁已经改善,但未来臭氧层破洞是否会再度出现? 目前上南预料,据报道,这是哨兵5P卫星得到的第一批数据,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破洞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严重威胁之一,臭氧层对于抵御外层空间进入地球打气层的高能粒子,尤其是紫外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臭氧层出现破洞,意味着人类失去一层重要的保护,人类极易受到过量子外线照射,而罹患皮肤阿语其他相关疾病。 欧洲航天局还指出,哨兵5P卫星还监测到欧洲、北洲、中东和印度上空对流层中二氧化弹的排放情况,可以清楚的看到大城市和通航路线上空的空气受到污染的情况。 监测内容包括造成航空危险的火山灰、高紫外线辐射、大气化学物质、环境污染、臭氧以及气溶胶的动态环境监测。 它是欧洲航天局隔百米计划,又称作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的第六颗卫星,也是该计划第一个掌管地球打气层监测的卫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